第二天,马小强在余文静亲自交给他的余文作业本里发现了一封信,信上写道,在学校,你是唯一知道我身世的人,从我向你袒露这一切的时候,我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亲人。 我请你陪我去北京,你应该明白,我已经承诺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给你了。我们练琴的人最珍惜的是知音,我在家里为外祖父外祖母弹琴,他们很不耐烦,认为是噪音,我只在学校弹了一曲,你就懂了。 这一生,我有你这个知己足矣,但是我也知道你是靠工资生活的人,要养家糊口。今后的学费,我自己想办法吧,只求你不要忘记我,一定要抽时间去北京看我。 读完信之后,马小强很下心,打定了伯父这套房子的主意,他拿着伯父的购房合同,以及身份证到房产局,把房子过户到了自己的名下。 为了向伯父交差,他又找到假证贩子,复制了一套假房产证交给了伯父。 马明泉老两口已经年近七旬,对于这个有出息的表执,深信不疑。 六月份,于文静高考结束后,马小强很快就替他估出了考分,确信超过了音乐学院的文化课分数线。 于是,马小强通过中介,打出了出售房子的广告,以46万元的价格把房子转卖了。 八月初,于文静接到了北京这所知名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 那天晚上,马小强在于文静外祖父家附近的一家四星级宾馆,开了一间房。 于文静一进门,就扑进他的怀里,一会儿哭,一会儿笑。 第二天,马小强把一万元学费打到了录取通知书所指定的账户上。 他又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办了一个储蓄卡,交给了于文静说,这上面有两万块,是你一年的生活费,平时你也别太苦了自己,如果钱不够用就和我说一声。 此时的于文静因为与马小强有了特殊关系,花马小强的钱就有几分心安理得了。 马小强问他还需要什么,他说,我想要一台笔记本电脑,以后和你联系也方便一点。 于是,马小强又花四千多块钱给于文静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。 于文静上大一的时候,马小强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要飞往北京和于文静相处。 他带于文静住高档酒店,吃大餐,给他买时尚的衣服。 2007年,于文静上大二之后,马小强在音乐学院附近租下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间,作为两人的优惠之所。 2010年于上半年,于文静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。 此时,马小强也花光了片卖伯父房产所得的46万元。 令马小强自己都无法想到的是,就在这一年,他被评为了区政协委员。 同时,校长有多次找他谈话,有意提他为副校长。 校长哪里知道,马小强虽然靠教学成绩、钢琴表演和发表的各类文章声明确起, 却早已经无心教学,一心只想着和于文静在一起。 于文静也不止一次地说, 我并不要什么名分,我只要和你在一起,哪怕一起去卖唱,我也愿意。 2010年年底,于文静在北京海淀区的一所中学,找到了一个音乐老师的职位。 有了工作,他和马小强的联系反而少了。 这让已经陷入泥潭的马小强日夜难安,好不容易和于文静在网上见了面。 他竟然感叹说,在北京租房子太不合算了,什么时候能自己买个房子就好了。 马小强沉默半天对他说,我想想办法吧。 其实,此时的马小强也在为钱苦恼着。 四年多的时间,不知不觉花掉了四十多万元,他已经无力自拔。 不如再搞一点钱离开沈阳,到北京去和于文静一起生活。 这个念头,一直折磨着马小强,让他寝食不安。 妻子黄莉莉看他日渐消瘦,还以为他工作压力大,劝他注意调节身心。 马小强当选区政协委员之后,当地市民有什么事需要向上面反映的,都愿意找到他帮忙。 2011年9月初,他偶然听说该区一处村里土地将被某房地产公司征用,就故意向熟人散布说, 他可以通过村支部书籍,向房地产公司第一架购买内部房产。 谁都知道,只要能买到开盘内部价,房子到手后,一转手就可以赚一大笔钱。 很快,先后有陈淑贤、李卫成、刘静松等六人相继找到马小强要求购房。 事先经过精心准备的马小强不仅收取了他们的好住费,还伪造了某房地产公司的购房合同,收款收据,共计人民币82.76万元。 拿到这些钱之后,马小强利用周末几次到北京,和于文静四处看楼盘。 最后,他们通过中介公司,看中了海淀某小区的一套二手房。 当年12月初,马小强以于文静的名义,首付65万元把房子买下来。 2012年5月22号这天上午,交了首付的陈淑贤来到村委会,询问房产开发的进度。 孙之书听后大吃一惊。 什么?你交了首付了?交给谁了?我们的征地工作还没有谈妥呢?还没有确定是哪个房地产公司开发? 陈书贤这已经非同小可,他急忙联合另外几个购房户,结果一查,与他们签合同的房地产公司根本不存在。 几个人当即决定,把马小强扭送到公安机关。 于是,陈书贤打电话给马小强,说是还有一个朋友想请他帮忙购房。 中午请他吃饭。 中午12点30分,当马小强如约来到学校附近的一家餐馆时,早有准备的受害人一拥而上,把他按倒在地。 随即,陈书贤拨打了110。 马小强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消息,很快在学校不静而走。 他的伯父马明泉知道这个消息之后,也产生了怀疑。 老两口拿着房产证到房产局一问,房产局工作人员的回答,让他们当即晕倒在地。 你这房产证是假的?这套房子的户主马小强已经把他卖掉了。 半个月后,马明泉老两口从医院出院了。 可是,他们见人就问,你知道我的房子哪儿去了吗?我找我的房子。 此后,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对年过七旬的老人在街头颤巍巍地相扶而走。 他们时而大笑,时而念念有词。 因为房子,马明泉老两口已经变得疯疯癫癫的了。 面对办案民警,马小强对犯罪事实公认不讳。 起初,他拒不交代赃款的去向,说是自己赌博输了。 然而,经过调查,他并没有赌博的习惯。 后来,办案人员从他家手的口中,无意中得知他曾经帮助于文静读音乐学院的事。 以此为突破口,马小强与于文静之间的事情很快被查清楚了。 随后,马小强和于文静在北京所购的房产被依法查封。 从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、政协委员,马小强一步步地滑向了深渊,成了阶下囚。 面对这一切,他表示认罪。 一个人的脑子里,如果没有了道德那根弦,他的人生所弹奏出的只能是邪恶之音。 我愧对领导,更愧对家人。 马小强望断铁窗,却望不见窗外的阳光。 而作为受助者的于文静知道这一切之后,无法相信这是真的。 一直以来,他以为马小强很有钱。 在受到办案人员的调查之后,于文静辞去了工作,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 目前,此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,相信法律会做出公正的判决。 朋友们,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,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。